洪秀柱竞选团队发言人尤子祥 周五开放媒体参观刚布置好的国民党总统 副总统及立法委员候选人联合竞选办公室 会后本台访问尤子祥 在他看来7月19日国民党全代会上 针对提名现任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为总统候选人 是否还有任何变数 尤子祥说 7月19号以现在的情况看来 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是会支持朱祖节的 那一个民主政党你说党里对各种问题 本来就可能有一些人有不同意见 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19号会顺利的通过提名的这件事 从来不怀疑 因为都是很少数的声音 而就竞选团队分析 洪秀柱在参选明年总统大选的优势及弱势为何 尤子祥直言 洪秀柱至少有两个需要突破的弱势 他说 第一个是我们知道国民党在过去 尤其最接近的那一次九合一的选举 遭遇了空前的惨败 这是他要面对的第一个弱势 第二个弱势是 他在对手是一个准备已经六年多的一个竞争对手 而他的起步是比较慢的 尤子祥接着表示 可是我们很有信心是来自一些有利的因素 这个有利的因素主要是 朱祝姐她是出身基层的 她的基层的经验 以及她个人的家庭遭到一些政治迫害这样的经验 是她的想法 她的观点 事实上是非常接近一般我们社会的大众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 其实在看很多问题的时候 会更从弱势基层的角度来看 尤子祥提到 红秀柱是长期忠贞的国民党员 也是获得支持的原因 他说 其实过去曾经在国民党 发生过新党跟国民党分裂的时候 当时明明是可能离开国民党的红秀柱 却坚守在国民党的阵营 过去一直都有各种不同的分裂的时候 他都站在坚定的站在党 站在中华民国这一边 尤子祥还说 那另外一个优势呢 他讲话很直接很真诚 这个跟过去国民党很多是受过 长期训练的技术官僚 讲话比较小心 常常会讲空话 那我觉得他这个 常常会把真话说出来的这种 这种个性 这种风格呢 也是很多民众喜欢他的原因 至于竞选团队未来如何论述 定调红秀柱备受争议的一中统表 以及怕引起两国论 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等说法 尤子祥告诉本台 对 当然一中统表这四个字 确实后来被一些扭曲或者是一些误解 所以我们目前所采取的论述方式 就是把原来这个两岸政策的内涵 作为这个两岸政策我们论述的重点 所以因此他就会强调要呼吁中国大陆呢 要尊重中华民国的事实存在 而且能够透过某种和平协议的或和平协定的方式呢 为了两岸能够长久的稳定跟和平 这是他目前的两岸立场 尤子祥接着说 我想如果大家听懂了他的内涵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与一中个表相比 是不矛盾而是深化的 也就是这个说法基本上 就是把过去国民党长期的一中个表的立场的基础 做了一些更进一步的深化 从互不否认 要求对方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那这个立场不但不违背国民党的党纲政纲 也是台湾绝大多数民众是支持的 所以我们还是很有信心 如果真的我们要论述内涵的话 可能比较需要担心的是变来变去的民进党 是有很多矛盾论述的民进党 所以我们对两岸政策的辩论还是充满信心 对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全代会召开的前夕 吴玉锦大动作开除五位对党多所批评的党员党籍 尤子祥表示 红秀柱是从政党员 尊重及支持党的做法 红秀柱本人则会争取更多人心及支持 人在美国的马英九总统将赶回台湾参加全代会 根据发布的会议程序 马英九将与副总统吴敦毅 立法院长王金平 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与副主席郝龙斌 前主席连战与吴波雄 和红秀柱等党内重量级人士 同台营造团结气势 当日议程只排定五分钟通过红秀柱提名案 会中另将通过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名列新版国民党政策纲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夏小华台北报道